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午安 我今天要去滑雪 今天是我这个雪姬第一次去Cypress 因为她终于上礼拜四开门了 所以我很期待我要去滑雪 我就是不想周末去也不想刚开门去 因为人很多 虽然我觉得今天雪况不会好 应该摔倒会蛮痛的 但是我还是要去 不然我就没什么机会滑了 因为今年真的太晚开门 好期待哦 Let's go 我快要回台湾了 我应该毕业以后会回台湾生活一段时间 然后再回加拿大 然后我总结了一下 我觉得台湾跟加拿大的不同 第一点就是 我觉得这里的人 不太会教学别人 他们 我觉得是因为加拿大是很多个文化跟种族的人移民过来 所以他们对于多元文化的包容度很高 我在这边这么久 我没有什么遇到亚洲人被排击 或者是被洗蚀的状态 我觉得我在这里能够很轻松的做自己 然后帮助我建立自行 就举两个例子来说好了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有多重 然后我就被排挤得很严重 因为那时候我是小学生 当时我幻觉了说 是不是我自己哪边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被讨厌 是不是我哪里说不好 所以同学不喜欢我 他们就是可能会有点打我 或者是欺负我做一些拍击的事情 但我后来发现 班上后来转过来的每个人也都是被拍击 或者是以前会看到很多同学 假如说他上课就是一直画画 下课也在画画 比较内向的女生啊 他们就会被讨厌 或是大家觉得形式比较怪异的人 也会被排击被讨厌 或是讲一些就是嘲讽的话 我其实一直觉得 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背景 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排击人家 或是讲一些伤害别人的好 因为你根本就不懂他经历了什么 就像那些画画很厉害的同学 他们我就觉得他们很厉害 为什么他们可以画 然后不看到可以做这么好 他们可能只是不善于学习跟交集 但是他们有别的很棒的地方啊 所以以前我就会觉得 很不喜欢当时在台湾学习的那种环境嘛 那也有可能是年纪小的问题 但是来加拿大以后 我发现这边的人不会因为你高崖胖手 也不会因为你什么做的好 英文讲的不好 或是怎么样 而讨厌你排击你 或是对你做出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 第二点就是建立自信吧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从高中开始我就开始觉得自己有点胖 我需要减肥 因为我高中之后我就是 我蛮高的我172公分 但是就是我有60几公斤 就那时候就会觉得好胖 然后别人问我 我都不敢说 哦我60几我几公斤 因为班上女同学大多分都是40多 或是顶多55这种 就是你就觉得 哦在台湾如果我脚有60几公斤 就是超胖啊 然后超丢脸的 会对自己很不自信 然后总是羡慕那些 把她很瘦会打扮的女生 出社会了也是一样 会对自己的身材不自信 虽然会想改变 但是都没有真的去付出什么行动 不过我来了加拿大之后 因为我很爱运动 然后我也喜欢户外生活 它很自然而然的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 我变得吃的健康 然后去做瑜伽 然后中训 然后爬山 然后户外运动 滑雪这些的游泳 对所以我就变得 我把这些事情融入到我的生活中了 而且我会想要改变 让自己变得更好 从那之后 我觉得我开始变得比较有自信 再加上这边的对于你穿衣风格 它是完全不会有利益的 有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些 在其中一部分走在路上 但是也不会有人有意要联光 或者是去评论他们 反而会觉得很酷 我帮你打扮得很用心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文化 就是学着互相尊重 尊重每个人 但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觉得 只要你精心打败一点女生 或是你穿得稍微辣一点 或是怎么样 大家就是会平衡 或者是用一样的眼光看之类的 我会觉得 其实 我会觉得在加拿大的人 比较把时间跟精神花费在自己身上 专注在自己 让自己过自己要的生活 但是在台湾的时候 我会觉得 别人都会有点 呃 太过 在乎别人的生活 或是太过 在乎 就像是会很关注艺人怎么样 或者是明星怎么样 或者是网红怎么样 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怎么样 但是你忘记的最重要的是 你要把重心的你的精力 放在你自己身上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应该要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 然后你自己想要做什么 然后你的未来要干嘛 做什么能够让你快乐 而不是 呃 他这样所以我也要这样 哦好羡慕他有这样的生活 哦好羡慕怎么样 我会觉得要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身上 对 所以这是我觉得 我来这边我发现最大的差别 然后我也想跟你们聊聊 我是怎么学会滑雪的 就是我第一次滑雪是滑双板 就是Ski 然后是在韩国 在我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是跟家人 还有家人的朋友 一起去韩国滑雪 然后什么都不懂 然后请了一个韩国教练 教我们怎么样滑双板 我只能说 我真的是被吓死 他就是教你好像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吧 然后教你怎么样穿板啊 然后怎么样刹车 我就傻傻的上了篮 我就先在下面练习一下 然后我就傻傻的跟我哥一起上了篮车 然后到了上面的时候 我真的是吓死耶 我往下看我就觉得 这个滑下去我一定会 就是我真的会死掉 我觉得太可怕 我想象中我会变成一颗雪球 然后往下滚滚滚 然后滚到山下 因为看下来就非常的可怕 我就傻傻的问了我哥说 欸怎么办 我可以坐篮车坐下去吗 然后我哥就说 你都上来了 你就滑吧 那不然怎么办 结果我哥就很帅的往下滑 他摔倒了 结果他站起来继续滑 我想说OK好那我也可以 我一滑 哇不得了 我整个人飞出去 然后我的板也飞出去 我的手杖也飞出去 然后我就直接坐在那边发呆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我就站起来 要去把那个雪板捡回来嘛 结果就有一个那边的员工 就是我记得是一个韩国男生 然后他就走过来用很韩腔的英文说 你是不是不会滑 我就说对我不会 他说你把板子拆掉 你相信跟我走下山 你不要再上来了 我就说好 我当时已经要哭出来 因为我觉得很害怕 然后我又觉得造成别人的困难很抱歉 然后我们那时候好像计划三天吧 都是在滑雪场 结果我就在 我就在滑雪场 吃了两天的那个辣草年糕 因为后面两天我就补上去滑 钱都付了我就补上去 因为我被吓死了 然后过了很多年以后 我来了加拿大 我还是不敢滑雪 因为我觉得很恐怖 那件事情让我很有名 然后后来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韩国人 然后他是滑单板的 他就约我们一起去滑雪 我想说好吧 那我就试试看单板 然后就跟William还有一些朋友一起去了滑雪 然后一样那个韩国男生就去教我们怎么样穿板 就这样 然后摔蛋就是用屏股去摔 就这样 没了 然后我们就去滑 根本就不会滑 就是一路摔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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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是2020年 就摔了 一直摔 我们去滑了两次吧 然后我就是一直在摔 结束 我根本就不会滑 然后去年我开始去Cypress我买了机票 然后我也是不会滑 我就是自己抓感觉 然后看别人怎么滑 你就跟着滑 但是我最大的滑雪的重点就是 我觉得不要让自己受伤 我不是说那种瘀青 我说的是不要骨折 不要手断掉 我不要人死掉 我就是安全 我不要滑太快 那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学滑雪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这样子繁复的练习 那一年的学计就是 22年23年的学计 就上一个学计我滑了十几次 加上陪朋友去 然后交朋友 一共十几次这样 我就可以正常的滑雪了 当然我不是很厉害 我真的没有很厉害 但是我可以正常的滑雪了 我发现 不需要教练啊 就是 你真的多练习 然后多摔 不要害怕 就是去尝试 你就 你就 你就会学会 这就是我滑雪的历程 那快要到Cypress的滑雪场了 还没有什么雪 今年的天气真的很奇怪 希望等一下摔倒不会很痛很痛 停好车了 很近吧 我停超近的 开心 今天天气超好的 半年没来了 我居然还是觉得很熟悉 人超少 真的好少人喔 好赞 这边居然连雪都没有 好和你们说不夸张 雪场一半以上都是中国人 都是亚洲人 一半以上 我有点不知道我现在是不是在加拿大 留念一下这个雪季第一次来Cypress 我很喜欢看中国人的滑雪装备 因为他们 超会搭他们颜色啊 然后装备都很可爱很特别 我决定先去新手道玩一下 滑个一两跳 现在雪场是从早上9点开到下午4点 所以没有夜场 好久没坐Cypress的来车了 它就是没有放脚的 灰色就有 你们看这个人空荡荡的 好棒喔 Let's go 我觉得它没办法满足我了 我要去那边滑 傻眼 这状况 会不会我回台湾 它都还没开啊 Eagle这边也没什么人 Let's go 看我今天可以滑几趟 它空框了 它就一个人 它就一个人 你们看它的血都还没有 就是盖过整个草 太光吐吐的 太空了吧 我觉得滑过回车 再回来滑Cypress的感觉就是 缆车真的好快就到了 好短喔 我们直接去滑蓝道吧 这雪真的是硬到不行 好像在地板上滑喔 你听声音喔 超硬 好硬喔 好硬喔 这雪旷我真是无语了 超级硬 硬到不行 这摔倒一定痛死 我等一下去滑看绿道 看是不是也这么硬 真的超硬 外光的綠道還是這麼硬的話 我就回去滑新手道 然後滑一滑就回家 這雪框太不行了 還是我要回灰色滑 綠道夠夠 每次把綠道都會卡住 這裡也是硬 各位你們看這個雲潭 天啊太漂亮了吧 沒有看到嗎 整個溫哥華被籠罩 我們在雲海之上 大家都在這邊看風景 如果這種天氣配上 那個sky chair上去看戲啊 一定超級漂亮的 這個人海真的是超美 我要來這裡滑了 但是滑了好熱好熱 現在就要有五度 然後我查了下個禮拜也不會下雪 今年到底是怎麼回事 可能變多了不滑了 等一下滑完就去吃飯 然後逛個街再回家 滑完了 今天的心得是 雪框真的沒有很好 好硬喔 然後 人不多還不錯 但是真的是雪框不太好 然後我很棒 我進步了 這是我第一次滑 沒有摔倒 就是練習到 綠到藍到 我都沒有摔倒 好棒喔 耶 我現在要去一間咖啡廳 他是之前有看Wendy跟Janelle去 然後他們說 還不錯很好吃的咖啡廳 想去買個拿鐵 然後看看有什麼好吃的 因為離我家太遠了 所以就趁今天剛好有瞬 就去吃吃看 我看一下只有lairlair 完全不懂這兩個發音 有什麼不一樣 這也是一區我很少來的地方 但是感覺東西很好吃 就是這間 很有魅用的那種brunch 但我就外帶咖啡跟甜點就好 我看到甜甜圈跟甜點 它外帶也有早餐或是brunch上名字之類的 我上點一個它的那個大奶酒的 我點了一個這個 它是大奶酒的甜甜圈 然後它是麻糬甜甜圈 還有一個熱咖啡打鐵的 它的杯子很可愛 是太空人 然後還有玫瑰花 它還有賣一些很可愛的周邊 咖啡 然後咖啡的一些器具 跟酒 剛剛買的拿鐵 我們來喝喝看 喝不出來差別 就是咖啡 蠻苦的 甜甜圈 這裏露個耳朵好好笑 淡奶酒口味感 我最喜歡測甜甜圈 就是麻糬甜甜圈 超Q 欸很麻欸 很麻糬欸 好特別喔 很特別 好好吃 是好吃的 我覺得吃這個甜甜圈有點甜 配咖啡剛剛好 好開心喔 花完雪然後吃個好吃的下午茶 但是吃一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會覺得它變油了 變膩 滿分100我可以給它80分 然後它本身沒有甜 我覺得它甜就是上面那個糖霜 所以它味道非常非常甜 不過就是吃久有點油而已 謝謝 會心加油 咖啡 會心的